欢迎各位学长姐 嗨 嗨 嗨大家好 我是财富金融处的梓杰 大家好 我是零售金融处的婉鱼 大家好 我是大型法金处的巧萱 为什么选择永峰MA计划 永峰的MA program 与其他金融同业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明确地知道自己未来的定岗目标 那也因此呢 从一开始的真才 到后面的培训计划 以及轮調实习 我们都可以清楚地了解每一个阶段的职位目标 那这也是我会选择永峰的最大原因 翻转金融共创美好生活 是永峰的企业文化愿景 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呢 是每个人在工作上的原动力 永峰呢也希望能够持续 透过这样的金融赋能 启动改变现状 翻转未来的能力 MA有分那么多类别 要怎么选呢 永峰的MA program不同于其他金融业的选财方式 我们可以依照个人的志趣 以致在规划 在八大领域中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 那选定后呢 后续的轮調实习跟训练课程也都会跟该语义相关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让多元背景的人才 不会受限于他的毕业科系 也会在金融业发挥他的专长与天赋 你觉得永峰MA需要具备什么特质 我认为永峰MA所需要具备的特质 其实就跟我们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一样 就是要有一颗快乐乐清 持续学习 当则共好 开放思考 创新多元的心 大家好我是数位金融处留记 大家好我是封管处于轩 大家好我是金融市场处理人 有没有什么事在录之前可以先做准备的事 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软实力自文能力的培养 永峰MA下岗之后都担任的是PM角色 因此在时间管理及跨部门沟通上面显得格外的重要 建议可以在珍贵的学校时光内多多进行磨练 第一部分的话是硬实力金融证照的考取 提早考取金融证照的话可以了解金融商品的运营模式 而且金融证照也是在永峰MA的考核项目之一 提早考取的话可以降低日后的压力 给MA学弟妹的面试建议 首先务必确定自己希望成为永峰MA的动机 在面试时保持自信以及微笑轻松应对 相信以清晰的逻辑以及诚恳的态度 一定可以举得好的结果 如何面对轮調挑战 我的定岗单位是金融市场处 目前轮調到风险管理处约一个月的时间 我认为这时间最大的挑战是 必须要在短时间内了解所处单位的相关业务 以便于之后在轮調期间 能够更清楚地了解需要学习的项目 也有利于在未来执行专案时 能够更准确地进行规划 我是综合企划处的昆宏 我是法人金融处的芷安 我是资讯处的范江俊豪 除了日常工作会有其他的活动或学习课程吗 我们有非常丰富扎实的课程 像是简报技巧 专案管理以及team building等 另外我们能够亲自于董事长面对面 听他分享金融业的经历 这些都能让我们感受到 永丰高层对我们MA的重视 进来永丰后 永丰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从一开始的招募培训 还有单位定岗 其实这过程中人资 还有单位同仁 甚至是单位的主管 都对我们非常的重视 然后也愿意指导我们 这其实对职场新鲜人 还有刚刚转换职场的人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也观察到 其实大家都是对工作很有热情 然后全身心投入 而且跟同事都有很正向的互动 其实是很符合永丰的企业价值观 最后一题 我想问 请问加入永丰最大的收获或成长 我觉得是跨单位沟通协调的能力 从一开始的培训课程 我们就必须要与来自各领域的伙伴 脑力激荡产出课程的报告 在后续的轮調单位实习时 我们更是必须要与不同单位的前辈 去沟通协调 那这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 一个好的想法或是提案 如果没有妥善的沟通的话 就很难去推动 甚至去达成我们的目标 因此跨单位的沟通技巧 是我在永丰的MAProgram中学到最多的 谢谢大家的分享 拜拜